或是林芷萍 来看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 国盟主席丹西姆汀定 遭反贪委会逮捕 明天将被提供上庭 首相表明 政府不会插手反贪委会 对姆汀定的调查 敦促在野党 不要政治化所有事情 落实消费税三年间 税收可关 不过政府今年不重启消费税 反贪委会主席 丹西阿桑巴基证实 土团党兼国盟主席 丹西姆汀定 明天将被提供上庭 是继前首相 丹西拿吉之后 被提供上庭的第二位前首相 消息传出后 拿吉的脸书专页 随即发布一则简单的贴文 写道Welcome 欢迎一词 其意涵不言而喻 反贪委会在刚刚的傍晚六点 发文告证实 姆汀定已经在今天下午一点 在反贪委会总部遭到逮捕 并获得总检察署的批准 明天提供姆汀定至吉隆坡法庭 也是前首相的姆汀定 将在2009年反贪委会法令 第二十三条文 和反洗黑钱反恐融资 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第四条一款B项条文下 面对多项控状 文告指出 姆汀定这次被传召入供 适合土著建筑承包商发展计划 选择性招标弊案有关 截至下午五点二十分 姆汀定仍在反贪委会总部 接受盘问长达六个小时 无论如何 一党树立主席 Datsuri-Dan Ibrahim 透露 一党今晚将在雪州 额迈的一党总部 为姆汀定举行祈祷大会 身为土团党盟友的 一党和民政党 今天也有多名领袖和党员 在现场声援 前首相Dansuri-Muhidin 今天早上就是通过 反贪委会的这一个大门 进去陆时勾供 而在他抵达之前的两个小时 现场就有两百多位的支持者 身穿白色的上衣到场支援 仿佛在告诉大家 Muhidin是清白的 无论如何 截至目前土端党 已经有多名的领袖 陆时被提控上庭 而反贪委会在上个月 也已经冻结了土团党的银行户头 已展开调查 RTM中进一采访报道 反贪委会今天传照国盟主席 Dansuri-Muhidin 陆共引发在野党的抗议 对此 首相Dansuri-Muhidin 敦促在野党 不要政治化所有事情 并否认有关调查 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 同时强调 政府从未干涉 反贪委会的调查 中文字幕提供 穆希定是在今早十一点十五分抵达反贪委会总部 以针对国盟在第十五届大选动用的资金仪式入供 城市规划是影响一个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对此首相德德西安瓦严正看待一座城市内贫困区和拥挤区域的问题 同时表示地方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态度 以确保城市规划和发展维持平衡 我们建设的建设是拥有的建设 建设的建设是拥有的建设 那是拥有的建设是拥有的建设 但是我们忘记了 那工作人员也需要建设的建设 所以建设是建设的建设 所以最后当他们建设的建设 价值的建设是增加的建设 和土地均增加的建设 所以这种建设是拥有的建设 首相指出 城市规划需在符合发展的需求 以及人民福祉之间得到平衡 这与文明大马理念达成一致 同时表示 有关当局也需着重于 为小贩提供基础设施 以及确保设备的质量受到保障 为了实现二零五零年 净零碳排放目标 大马邮政公司推出一项 永续发展路线图计划 以支持将全球暖化控制在 1.5摄氏度以下的行动 该项措施对邮政行业而言 是一项积极和极为重要的行动 以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这段时间,很多谈论我们 在我们的谈论 向什么能够行为 减少产水平衡 预测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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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所以,我相当于alukan 然后,我担心 我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提高 能源可持续性 以及绿色科技的发展 以便达闯二零五零年 净零碳排放的愿景 通讯及数码部长发明指出 该部将在近期内 与快递业者会面 全面讨论有关领域 所面对的挑战 他希望,这次会面 可以提出更多改善方案 以打造快递业者之间的 良性竞争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目前正详细探讨 相关事宜 并为快递业 打造良性的竞争环境 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 Nit Nazmi指出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 政府将增加630兆瓦配额 以刺激我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 和能源效率的发展 实现我国成为 碳中和国家的目标 Nit Nazmi解释 绿色电力供应投资和需求的增加 将为本地在生能源领域业者 提供新的机会 尤其大马拥有强大的 可在生能源生产商价值链 包括生产阶段到供应阶段的服务 要是通过探索更实惠 且能够满足我国可持续能源需求的 本地可再生能源生产商 以达到2050年碳中和国家的目标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福加指出 在今年1月到本月7号期间 该部推出的家庭主妇投诉平台 一共接获1742宗投诉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平台不只是提供女性使用 当局还收到不少男性的投诉 Faoja Sali说 以马六甲为例 在168宗投诉中 男性分别占了89人 女性则为79人 尽管这是为妇女而设的投诉管道 不过也受到男性的关注 对于女性的关注 所以就像我说 刚才说 在2月的 1,742宗投诉 1,742宗投诉 我们的关注 在1,742宗投诉 我们的关注 168宗投诉 但最有趣的 我们也能够 得到 与其中一位 使用 QR Code 所以 这是一个关注 她说当局去年一共接获 两万九千两百六十五宗投诉 其中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五宗投诉 来自全国各州女性消费者 同时她也鼓励女性积极使用 这个家庭主妇投诉平台 以保障她们的权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政部副部长德德西阿玛·马兹兰指出 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 我国已经通过消费税取得 一千三百三十一亿令吉的净收入 尽管这笔数目看似不小 但团结政府现阶段 还不会重启消费税 他补充 为了提高赤贫群体的收入 经济部将与所有地方政府讨论 在全国加速推行人民收入倡议 并与农业及优惠家庭部 以确保参与者每个月可以领取 两千令吉的底薪 据了解 由团结政府推出的人民收入倡议 主要分三个计划落实 分别是农民企业家计划 食品企业家计划 以及服务营运商计划 对此 经济部长Raviji透露 联邦政府已经确定在800英亩土地上 落实农民企业家计划 其中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负责管理就业 监管及相关设施维护等行政事务 而政府也将提供额外补贴 以弥补薪金不足 直到每位参与者达到每个月2000令吉的收入 他表示 在人民收入倡议推出的短短一个多星期内 截至今天 该部已经接获24000份申请 他预料 申请人数将持续增加 而政府也将进一步扩大有关倡议 让B40群体参与其中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在2018年到今年1月期间 国内数家航空公司因为航班掩护或取消等因素 而抵触大马航空消费人保护条例 最终受到大马航空委员的成熟 罚款总额高达472万令吉 Kementerian Pengangkutan melalui Seruhanjaya Penembangan Awam Malaysia MEFCOM pada 5 Januari 2013 telah mengingatkan semua syarikat penembangan untuk memperkukurkan pengurusan pengendalian penundaan dan pembatalan penembangan bertujuan untuk menambah baik komunikasi kepada penumpang serta menyediakan penjagaan dan keperluan seperti yang digariskan di dalam Kod Perlindungan Pengguna Penembangan Malaysia Malaysia Avia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Code 2016 Sekiranya syarikat penembangan gagal mematuhi MACPC MEFCOM boleh menggunakan penalti kewangan sebanyak amount yang tidak melebihi RM200,000 dan ketidakpatuhan kedua atau berikutnya amount 10 kali daripada penalti kewangan yang dikenakan bagi ketidakpatuhan yang pertama dia指出,交通部将通过大马航空文汇 mempunyai, Joker untuk lebih banyak 8号到30号期间 额外增加62趟航班 以便穆斯林往返家乡 展开开斋节 庆祝活动 为了解决学省书包过重的问题 教育部正努力改善教材 包括以数码课本 取代纸本教科书 不过教育部副部长 林慧英指出 相关举措的落实空间有限 该部需要考量学省 是否被有数码设备 以及全国学校的网路覆盖情况 Untuk makluman ahli yang berhormat juga pada masa ini KPM dalam usaha untuk menukarkan bahan sistem pendidikan termasuk buku teks secara fizikal kepada digital dengan mengambil kira pemilihkan peranti digital dalam kalangan semua murid dan ketersediaan capaian internet 截至目前 教育部已经上传754本数码课本 到大马数码教育学习方案平台 此外 其他措施包括 在小学安置这五柜 以供上下午班至小学的所有低年级学生使用 同时限制作业部的数量 每个科目不得超过两本 林慧英提到 其他的方案 像是持续印刷课本 以及重编时间表 旨在让教师充分分配时间 并根据单元和主题教学 该部放眼在明年 为全国学校提供3800台投影机 以提升教学效率 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Dato Citi Amina指出 该部推行的国家橡胶产业转型计划 有望促进本地橡胶 种植合作社和业者的销售 同时提高橡胶的经济价值 为小原主带来可观的收入 Pihak Kementerian telah melaksanakan pemberian insentif pengeluaran getah IPG yang bertujuan untuk mengurangkan beban pekebun kecil ketiga harga getah di pasaran rendah di samping mengelakkan pekebun kecil untuk terus menuri Kementerian juga melaksanakan pemberian insentif pengeluaran latex IPL sebagai usaha memberi peluang kepada pekebun kecil getah menambah pendapatan dengan memberi gelakan untuk berareli kepada mahasilkan susu getah latex berbanding getah skerab ataupun kaplam 她说 该部希望能通过政府 推出的各种措施 帮助提高小原主的收入 以便应对农产品价格不稳的情况 配合国际妇女节 国会下院议长 Dato Johari宣布 国会大厦明天启动 2023年 妇女节庆祝活动 并针对本年度 妇女节的主题 关爱妇女与立法 进行探讨 Topik yang kita akan kupas adalah peranan wanita dalam bidang legislatif sembangan mereka dan apakah cabaran yang dihadapi oleh ahli parlimen wanita dalam mengimbangi tugas mereka di parlimen dan juga tugas mereka kepada keluarga mereka sendiri 首要出席的包括 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副部长 Sara Swaddi 升旗山国会议员Selina 以及礼让国会议员Sai Ibrahim 昨天是团结政府上台以来 庆祝的第一个国际妇女节 我国近年来都有保留30%的名额 给女性国会议员 让女性也有决策权 然而在第15届全国大选 我国有30名女性 当选成为国会议员 只占总国会议员人数的13.5% 国会下院副议长刘强燕认为 要达到这个目标 政党除了要派出更多的女性候选人 也要提高选民队男女平等的意识 也是沙拉越行动党 熟理主席的刘强燕表示 以行动党为例 第15届全国大选 当选的40名国会议员当中 就有10位国会议员是女性 占比例25% 这足以证明 如果政党愿意派出能为民服务 温正表现出色的女性候选人 选民一样会给予他们机会 都是要看每个方面的 就是你政党也要派女候选人 选民也要投票给女候选人 不是讲我们自己要多少target 都能够reach到的 因为这个不是 你政党真的派30%出来 不代表那30%都会中选 所以当然我们的target是 at least我们reach out 那个target30%先 以后如果真的是 大家都能够接受男女平等 大家都能够接受女性从政的时候 我相信那时候 我们不需要set target 它都会reach到more than 30% 自2013年当选国会议员以来 刘强燕一直积极为 议会厅的女性议员谋许福利 她认为 如果要提高女性参政的比例 国会就必须提供更多对女性友善的便利 像是为妈妈们提供母婴室或托儿所等等 就是也是几个国会议员 女国会议员去在国会提出 然后过后就开始有这个latation room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 我们有几位也是有在国会辩论中都是提出 在国会有一个托儿所 给这边的女员工也好 女职员也好 女国会议员 在来开国会的时候都可以把孩子放在这一个托儿所 让这些女性在里面工作或者在里面辩论什么的时候可以比较安心 有人顾着孩子 而团结政府早前也表示 政府将研究强制在职场设立托儿中心的必要性 以支持在职妈妈 从而鼓励更多的妇女重返职场 RTM 于姓盈 钟静妮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盈 柔佛水灾灾情严重 就连麻坡和西加墨的两间警局和一间警庭也受到影响 被迫暂停运作 然而当局已经派遣当地的警员到其他地点巡逻 即进行灾后清理工作 以充分利用警力帮助震灾 当局是基于安全考量 加上电力还没恢复 允许三合港警局及班族警局暂停运作 另外 受水灾影响的警厅则是位于麻坡的临家警厅 目前 相关警局的设备 包括扣楼室 厕所及仓库等都被洪水浸泡 需要等待后勤部估算后才能了解实际损失 仍佛警察总部的载后特别援助部队将会前往居栏 以协助当地警员及居民 进行灾后清理工作 连日大雨导致国内五个州数发生水灾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德德·马曼·纳因指出 该部已经拨款两百万令吉给有关州数 以让灾离购买日常用品和必需品 协助灾离渡过难关 Mohammad Naim说 除了大马伊斯兰协商组织提供的两辆轿轿外 该部还出动了15辆轿轿 以便向受灾地区提供诊所设施和移动厨房 所以我们有希望 跟监制可的用力 籮监制-向监制 像Mawip 1万元 Jakim 500万 Jawin 25万 Mazjid Putera 20万 Yapim 50万 Yadem 50万 他在布城首相署 柔佛近日的水災已经导致不少居民损失惊重 对此,彭亨州大臣大都市一万Rosty宣布 彭亨将拨出5万令吉发放日常用品援助给柔佛 该次援助主要是针对灾情最为严重的八例市农灾离 万Rosty表示,有关的援助物资将通过 彭亨社会福利局送到灾区 他指出,志愿援助团队 会在云兵完成灾后行动后前往柔佛支援 好的,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志盈,感谢收看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我们再会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